女孩回憶錄 你好,歡迎收聽 雨目觀後感 女孩回憶錄 2018的片子 The Tale 女孩回憶錄 女孩回憶錄 可以講三遍,因為這個是正式的名字 不是我亂編的 女孩回憶錄 The Tale 2018年的片子 是一個TV Movie 在HBO播映 HBO各平台 應該都受看得到 兒童性侵害事件 這是一部劇情片 她寫過一篇作文 和其他八年級學生一樣交作業 三十多年後 她的媽媽 整理房子的時候 發現 家裡居然有這種作文 同一篇作文 十三歲的女兒 當時 暑假 開開心心的去牧場 學騎馬 變成一段 不倫性經驗 而她本人 只記得其一 不記得其二 為什麼 記憶是破碎的 她決定 重返當年的牧場 追問當事人 The Tale 女孩回憶錄 這個片子 Jennifer Fox 自編自導 其實我就不太愛用自編自導這個詞 這可能是個人的毛病 總覺得自編自導 在後來引用了太多負面的意思 其實 它沒有那麼負面 它就是指這個人是編劇也是導演 可是 好像 引用的時候 應該說應用 後來的應用 都會覺得 編劇跟導演應該是分開來兩個 好像行政跟立法要分開一樣 就是 不應該混在同一個人 不然的話它就會有 負面的意思 這個人自編自導 整套故事什麼的 但我還是這樣寫的 真的 就 妥協了吧 我大部分會去寫 她 誰誰誰 編劇 兼導演 這樣子 就比較 比較 OK 我不知道 就 這樣想一下 自編自導 這意思就是 Jennifer Fox 在這邊 她是編劇 也是這部片的導演 Laura Dern Elisabeth Vickey 林賢主演 故事背景是 現在 還有 七零年代 在三十多年前 兩個時空 環境交錯 就是 回憶錄嘛 導演 輕微的 稍稍 稍許 輕微的 故事化自己小時候被性侵害的往事 在日舞影展 Sundance 首映的時候獲得很好的肯定 好評 女主角的心理描繪特別動人 是一部適合獨自觀賞的好電影 特別介紹 剛才有提一下 The Tale這部片 是HBO發行的片子 截至目前為止 入圍 那時候寫這個文章的時候 是2018年 所以 截至目前為止 是指 截至2018年 還有入圍 美國愛美獎 最佳電視電影 TV movie 也就是這個 電影是 特別在 電視上播映 這個詞我不知道還會 還可以存在多久 你知道 就是現代嗎 數位串流 但是這個詞已經行之 多年了 還會持續多久 我好奇 不過這個東西一直是存在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 回頭可以 之前 我忘記有沒有聊過 TV movie 是在 電影電視劇圈子裡面 一個蠻 蠻有 歷史的東西 有它的原因 因為是HBO發行的 HBO有 播映 所以有興趣的讀者 不妨留意一下 節目表 是可以 可以說 垂手可得的 想打開電視 應該是可以 看得到的 第二個部分 一如 往常寫下一些水筆 就是 看了 這個片子以後 想到哪些東西 想要什麼感觸 第一個感觸 兒時回憶 兒時回憶 童年回憶 都可以 這部片是 有觀點的故事 有觀點 有口氣 有視角 描述 回憶的方式 它的這個 回憶 就是它說故事的方式 而它這個故事 是在說它的回憶 帶給我很深刻的感觸 所謂橫看成嶺 側成風 眼鏡到底各不同 橫嶺側風 眼鏡不同 有了特別的角度 東西就開始變得 有意思 女主角 她 13歲 的暑假 在牧場 學棋馬 你知道 某種程度 像 下令營 就是家長安排的活動 可能是戶外的 也可能是室內的 而美國就有很多牧場 那它特別在 長假會開放 我不知道 小朋友 現在可以說小朋友 就是到十幾歲的青少年 都算小朋友 可以來 台灣也是有 那個叫什麼 青植農場 就是體驗一下種植農作物 或是體驗一下農場生活 那美國就是 也有牧場 學騎馬 學一些滾草包 就體驗那個牧場生活 都是有的 牧場的女主人 金髮高挑 氣質戳俗 就像澳洲女明星 Elizabeth DeBicke 也的確是DeBicke演的 這是一個 蠻無聊的比喻 就是 DeBicke演 牧場的女主人 因為有兩個時空 那DeBicke很漂亮 她是演 年輕時候的 牧場女主人 這女主人 認真督導 蠻嚴格的 學員 包括小女孩 其他的學員 一起練習騎馬 蠻嚴格的 還告訴小女孩 做甜點的秘訣 比小女孩自己的 親生媽媽 相較之下 小女孩 特別敬愛這位 女主人 覺得特別 距離比較近 親切 學到很多東西 接下來有意思了 三十多年後 牧場的女主人 不是 由DeBicke化老妝 而是換成 Francis Conroy 但是另外一個女演員 相當我個人很喜歡的女演員 Francis Conroy 第一次認識她 好像是 The Six Feet Under 六尺風雲吧 她演 那個 殯葬夜的家庭 她演 媽媽 印象中 更早應該還有 她演很久了 她在這邊演 牧場女主人的 現代版 三十多年後的 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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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多年沒有見 別說女主角自己覺得意外 我這個觀眾看的也意外 因為 你知道嗎 DeBicke和Conroy 兩個人的氣息完全不一樣 不像是同一個人物 差三十年的歲月變化 那打擊也未免太大 就是換了一個人 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不用一個人化年輕裝 就一人分是兩個 或者是 一個年輕演員 比較年輕的演員 化老裝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而是用兩個不同氣質的演員 來演這個人物 我看的蠻意外的 澳洲美人胚子變成美國南方大神 固然歲月是殺豬刀 也不至於殺成這樣吧 難道演員安排出了問題嗎 到這邊聽下來 好像我對這個東西很有意見 我很少在觀後感會在那邊 爭編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 這是一個影子 引出什麼東西 兒時記憶裡 小時候記得的某個成年人 某個大人 如同榜樣 說話 與眾不同 舉手投足 親切 而且真誠 特別喜歡那個人 特別喜歡那個大人 其實這個好感 早就已經被好感本身美化了 美化效果 假設安排 Devicky和Conroy 兩位不同魅力的演員 這個安排是為了傳達這一點的話 我個人覺得這個 差異安排是非常棒 非常傳生 非常有人生經驗的 換句話說 我當時記得她長那個樣子 後來我長大成人 我看她不像是當年那樣子的阿姨變老而已 而是完全變了一個人 而這個東西差別 會不會是我小時候 有些東西看不太清楚 或者是某一些好感 美化了我的記憶 回憶的餘境也是有 有講到這些 她是 她是差異化在選擇性記憶 這樣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這個 說故事的方式很很棒 我就想到 我自己小時候的時候 叔伯醫神 叔叔伯伯阿姨那些 跟我說了很多事情 有的說 飯後三百步 不用走藥鋪 窩在家裡不太好 應該跟他出去散散步 那也有說 吃飯敲碗 以後會變乞丐 還有的說 下排的牙齒換牙 要把這個 換下來的乳牙 往屋頂登 往屋頂扔阿 然後上排 如果換牙的牙齒 是上排的話 要往下扔 這樣子 長出來的新牙 才會整齊 一個大人這樣都跟我說過 話說回來 哪一句是誰說的 那我懂不懂那些 這些意思到底是什麼 我頂多記得 有人說過這些東西 說這些話的人 好像很厲害 再細節就 自己不得了 在我們有點 開竅又還沒有開竅的年紀 他們說過了 做過了 尤其是 讓我們那種 似懂非懂的這些事情 這些話語 記憶就從內刻開始分岔 無論好感反感都會變成成成長歲月裡的印象 因為我們還不能辨別 也因為先入為主 身心靈伴隨這些印象 在人海中浮沉 也就是成長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跟他們重逢 他們往往不是記憶中的模樣 不是那麼一模一樣 以我個人的經驗 時間間隔越久 差異越大 那依照The Tail帶給我的感觸 當時的似懂非懂越濃烈 那種煙霧越濃的話 後來的反差也就越大 難道這就是造化弄人嗎 有些回憶裡的困惑只能自問自答 如果硬要追本溯源 再見一面重逢 也許見得到人 卻問不到答案 剛才說到叔叔伯伯阿姨 帶給我的兒時回憶 比起這些回憶 我覺得這部電影 我覺得這部電影描述的內容 女主角 對她複雜 比我的那個兒時回憶複雜太多了 女主角也比我堅強 她的回憶是很積極的 要見到人 而且要找到答案 那不能算而已 就是有人這樣說過 有人那樣做過 我好像記得 那又就那樣吧 沒有她要去找答案 為什麼 我當年會寫那樣的作文 我遇到什麼事情 我好像一點印象都沒有 我自己寫的作文 裡面就是寫我13歲發生的事情 可是自己沒有印象 這感覺很強烈 沒有 就是 我不知道 太年輕不會有這種感覺 我最近特別有這種感覺 我完全記不得我說過這樣的話 做過這樣的事 真的是要活了一段時間 這感覺會浮出來 很強 但這裡不是在講年紀 這邊是在講那個事情 因為那事情非比尋常 女主角一定要找到人 一定要找到答案 她非常積極 只不過 她破碎的記憶 讓事情變得很不順利 我可以想像她的感受 就好像發生交通事故 我躺在病床上 完全想不起來 周圍的人 他們所謂的車禍 我被怎樣怎樣怎樣 那個車禍的細節 甚至來龍去脈 什麼樣的起因啊 什麼樣的撞擊啊 怎麼樣的 想不起來 我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可是呢 我身上 包著繃帶 紗布 還有疼痛 這都是真的 咦? 到底是 真的還假的 既然如此 我有兩個選擇 繼續爭辯 沒有發生這種車禍 這是假的啊 這是別的事情 第二個選擇 努力回想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當然還有第三個選擇 就是睡覺啦 就是什麼都不管了 可是呢 有關自己的身體 自己的記憶 很難倒頭大睡當沒事啊 嚴格來說 這個不算是這個片子的故事點 而我個人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思考點 假設自己是兩個人 自己心裡面分裂 天使魔鬼 黑白還是天秤兩端 都好 就是自己分成兩半 一半呢 講究邏輯 如果可以證明沒有發生 也就不存在來龍去脈 也就不需要追究 很邏輯 另一個是注重感受 任何跟自己有關的事情 哪怕是模模糊糊 也要想辦法整理清楚 哪怕是沒有邏輯 但是因為事情就跟自己有關 就是自己的事 要弄清楚 要去追 該怎麼選 我們來不及知道該怎麼選 就已經選了 後來的回憶就是這樣來的 第二個感觸 站在自己的立場想想 站在自己的立場想想 The Tale 這部片 的女主角 想知道13歲的她怎麼了 對任何一位成年人來說 事情比大象放進冰箱還要簡單 13歲怎麼了 大象放進冰箱 應該先從大象放進冰箱來說 大象怎麼樣放進冰箱 大象就把它牽來 然後把冰箱打開 大象放進去 冰箱關上 這就是把大象放進冰箱 非常簡單 所以回想 我知道你還記得 如果要把長頸路放進冰箱 要記得把大象拿出來 13歲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回想回想回想 很簡單 就回想 兒童性侵害 這是對任何一個成年人 吃螺絲 對任何一位成年人來說 13歲發生性侵害 兒童性侵害 這樣的回憶 到底是怎麼樣 回想起來 就是把它想起來就好 很簡單 可是為什麼對女主角來說 她回想起來這麼困難 她甚至不記得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性侵害 可能忘記嗎 不能從這個角度來切入 我會說 因為她不想用成年人的判斷 扣在青少女身上 而且那個青少女不是別人 就是過去的自己 一旦用成年人的判斷扣下去 就不會有任何人知道 13歲的自己到底是怎麼想的 我會說成年人的角度扣下去 意思就是 你怎麼可以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要保護自己 你要逃 你要有一些防衛機制 你要有一些 這隻都大人的話 13歲的她不是不知道這些東西 但不是從這個角度在看事情 這一點是我覺得這個故事 蠻有意義的地方 她的追尋自己的回憶 但是她不強迫 強灌 也就是成長以後的自己 去灌給青少女的自己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這講有點模糊 繼續講 站在自己的立場想想 然後加一點 我不能說科幻元素 但是加一點時空條件進去的話 40歲的自己 站在14歲的自己想想 也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場想想 但時空不同 都說 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 思維會比較周全 比較寬人 比較這樣那樣 我們都聽了太多 了解 卻不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 好像是很嚴重的罪 道德是這樣教我們的不是嗎 The tale帶給我的特別的感受 站在別人的立場想想 這裡的別人 是指過去的自己 因為時空環境不一樣 自己 嘗試站在自己的立場想想 就好像女主角透過了解 打開自己過去的心結 有幾分解靈還虛寄靈人的味道 想要這邊說一個親身經歷 親身經歷 在我小時候 家裡面的人很喜歡租露營袋 而我自己第一次吃通心麵 通心粉 第一次吃得的印象非常差 非常害怕 該從前一天開始說起 家人他們在客廳就看片 看錄影帶 而我的情況就比較忙 握在旁邊寫數學喜作 還剩幾題寫完就沒有功課了 但我寫不完 因為電視一直發出慘叫 那種恐怖片 害我一下抬頭一下低頭 一下抬頭一下低頭 影帶盒子上就寫 我是去看那 這是你知道的小朋友嗎 很小那時候 國小吧 拿那個錄影帶盒子 上面寫鬼玩人 鬼玩人 後來還有翻拍 我就問他們說 這個我可以看嗎 沒人理我 只有我媽叫我先回房間 依照過去的經驗 騙子準備進入高潮的時候 才會這樣說啊 這時候果然電視爆了 應該說 某個很像腦漿的東西 被鬼玩爆了 如果你有看過鬼玩人的話 你知道 後面爆的很離譜 這個也爆那個也爆 什麼東西都爆炸這樣 蠻噁心的那種恐怖片 不巧就被我看到了 可怕的是還好 主要就是噁心 後來的後來 我明白那種東西叫做 恐怖的娛樂感 時間不會跳躍啊 我的人生就先來到故事裡 所謂的隔天 用110度蒸了4個小時的便當 打開一看 不知道為什麼 昨天看到那一坨爆掉的東西 居然出現在我便當裡 隔壁同學是我們班前三名 他扶著眼鏡說 那個我吃過 那個是通心麵 我不想謝謝他 我也不想怪我媽 只是覺得 那坨蒸到爛掉的虛狀物 我不可能吃的 我覺得不可能吃的 因為他太像了 接下來時間就飛躍 時光飛逝 一個女孩子跟我說他沒有生氣 反正每次我都遲到 他決定先點東西來吃 他餓得受不了了 我就是偷看一眼他點了什麼東西來吃 然後一直看著他說話 再也不敢看他的盤子 這個判斷對他來說 對我來說都是正確的 食物的滋味令他讚不絕口 肉醬濃醇飽滿 還說了三遍 這個通心麵 我也應該吃吃看 我也應該吃一口 我也應該嘗一嘗 講了三遍 其他的通心麵很容易糊掉 Baria的就是吃起來與眾不同 問我要不要也點一份 因為我吃到了 我本身實在沒有辦法 別人在我面前 一口接著一口 吃這個通心麵 我能夠做到氣定神賢 這功夫絕非一兩天 全都是因為小時候的這樣的樣 而他聽完我的故事 他也吃完了 過去的我害怕的通心麵 隨著時間撐開我的雙眼 看清楚99.99%害怕的原因 仍然存在萬分之一 留在我內心深處 克服了絕大部分 還是有那麼萬分之一 無法克服 如果有一個自我坦白的機會 當時我以為恐怖片都是假的 也以為自己可以像個大人一樣 又叫又笑 駕馭那一份恐怖娛樂感 其實我低估了自己的能耐 那時候我才幾歲 小學嗎 通心麵似的恐怖畫面 讓我一輩子吃不完 兜著走 這一個插曲 想到當時的一個親身經歷 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 都會有這樣的小恐懼 就像我的鬼玩人通心麵的經驗 純屬意外 不至於到什麼傷痕啊 可是它就是一個成長記憶 然而成長就是這樣子啊 有些意外不管有寮無寮 發生了就黏著走 一輩子跟著走 回到這個片呢 女主角遇到的事情 絕對不是意外 被人蓄意設計 而且造成傷害和恐懼 那個就是非常嚴肅的了 事實 事實 這個故事的事實 儘管過了很多年 女主角站在小貞的立場想想 為了了解自己 也為了看清事實 這裡很有意思啊 事實通常只有一個嘛 但是 一段長時間裡 時間催化 發酵 都好 事實不止一個 在我們自己的人生裡 認為事實只有一個 默然回首 恐怕困惑太多 錯過太多太多 當回憶遇見納悶 特別容易出現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 跑去跟一個年紀 比我大 那麼多的男人 親熱 怎麼可能 的確 以自己 現在的標準來想 怎麼想都不可能 但別忘了 回憶 遇見納悶 那個目標 是過去的自己 十三歲的自己 十三歲的自己 用這個標準 我怎麼可能 把她的年紀 比我大 那麼多的很親熱 用這個標準 沒有辦法了解 三十年前的自己 就我跟一般觀眾一樣 在這個片子裡面 看到女主角小時候的家庭情況 雞媽媽和比爾教練 帶給她的溫暖 是她自己原生家庭所沒有的 還記得那個紅色小獎章嗎 那也是某種象徵啊 象徵她原生家庭沒有的東西 除此之外 我相信如果是你 這邊加一個女字旁啊 就是我覺得女性 女性觀眾啊 女性影迷朋友啊 就女生來看的話 一定看得出來 比男生更容易看到這一點 十三歲的小貞 正在女孩轉變為女人的旅途上 她想讓自己往哪個方向轉變 往哪個方向走 如果只用成年人的角度 看小貞就是被騙了 那麼以上事實也都看不見了 既然站在自己的立場想想 既然同時存在很多個事實 最嚴肅的就是後果 小貞受到性侵害 如果跳過以上的思考脈絡 一開始就以兒童性侵害這個結果論斷 就很難了解 而且兒童性侵害裡面的受害者 因為恐懼記憶斷裂 記憶選擇記憶斷裂 再想想兒童性侵害的加害者 精神上 認知上 絕對視強凌弱 並且造成對方長期傷害 這種行為 你覺得呢 這篇觀物館比較有份量一點 我覺得啦 所以我還附錄 就是附錄了一個段落 是 在網路上公佈的 算是導演的話 就是他 做這個片子 談到什麼 一些二三十 他想要說的話啦 那我把它 記錄下來 不是結錄喔 因為是整篇的 他像一封信一樣 給所有 關心的人看 那就 開始吧 這還不是他的 不好意思喔 有點 今天車子比較多 先講一點點啊 這還不是導演講的啦 有一句話這麼說 作者能夠和作品放在一起 那就完整了 Jennifer Fox 是這部片很重要的人 導演是他 編劇是他 親身經歷也來自他 我在HBO網站 找到他的創作動機 提到許多有意思的想法 坦白說 比電影本身傳達的東西 更有 更有意義喔 所以 作品和作者 在這裡一起看 那種厚積勃發的味道 留給你細細體會 那我就稍微 翻譯了一下 他這篇 這篇公開信吧 我覺得 我覺得是像一封信 那跟你分享 1973年我13歲 胸部像飛機長 牙齒帶矯正器 而且我還沒有生理期 整個夏天到秋天 都在雞媽媽的牧場 學騎馬 那是一起相當精實的訓練課程 雞媽媽介紹他的田徑教練 負責鍛鍊我的體難 教練名叫比爾 是一位知名運動員 於是啊 我開始跟他一起跑步 我很開心 變成他們最喜歡的學員 在課餘時間 他們偶爾會帶我一起出去玩 沒多久 我去雞媽媽家 他建議我在比爾家過夜 這樣教練可以更了解我 這就是我的13歲 變成比爾的情人 到了14歲 我決定不要再跟雞媽媽 還有比爾來往 後來40年再也沒有見面 彷彿凍結時間 把他們永遠懸在黑洞裡 然而這個事情隨著我長大 心理的問號也越來越多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他們 那時候他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而我又是誰呢 最早我嘗試用某種藝術形式來描述這件事情 也就是我這輩子第一次 把這事情寫成短短的 稍微改編一點點的小故事 故事名字叫做The Tale 八年級的英文課要寫作文 我就把這篇當作業交上去 到了中年 我已經是老練的電影工作者 自己青春期寫下的內容 對照成年後的歷練 我在矛盾的複雜心情裡面 決定把這個事情 改寫成電影劇本 這部片是有關回憶的電影 描述一位13歲女孩 為了了解自己有什麼 以及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女人 她如何自我建立 她記憶中發生過的事情 起初這部電影代表我真實的人生經驗 這一點對我來說很重要 我想要有觀點的描述這段故事 尤其是我13歲看事情的角度 隨著成長 我們會刪去孩子般的想法 好像那樣的想法是可以忽略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不真誠 我想要探索那個13歲的我 並且尊重她的想法 可是在劇本裡 我以成年人的角度回看 完全不認得13歲的自己 才明白當時的我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女孩 如果當時的那個她 有機會遇見這個我 女孩應該會很討厭這個我吧 就像世界上又多了一個 不了解她的笨蛋大人 相對的 如果現在這個我 有機會遇見那個她 我一定會想盡辦法阻止她 不要做那些決定 我們看事情的角度 我們所相信的版本一直在改變 在不斷翻轉的沙漏裡 一個故事版本 蓋掉另一個故事版本 我們學到的 這個就叫做事實 這屬於西方意識形態 是佛洛伊德概念的核心 而我隨著年紀增長 開始明白事實包含很多彼此平行的故事版本 就像一層一層的蛋糕 同時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 為了做到真正的安心 我們必須容許事實有其複雜性 並且尊重那些矛盾 以上就是我嘗試透過The Tale這個片子 想要傳達的東西 最後我希望珍妮的感受 和我成年的認知可以一起存在 自遠古時代 就存在兒童被性侵的恐懼 這種恐懼無處可藏 必須全力避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又發生在其他兒童身上 同時為了幫助受害者 重建心理 我們必須了解性侵害影響兒童的感知 進入一段複雜的心路歷程 兒童被此困惑 兒童性侵害是世上最忌諱的議題之一 撲朔迷離 留下的陰影導致無法面對恐懼 我體會其重要性 所以我沒有刪減你在電影裡所看到的親密畫面 The Tale的橋段和對白來自我對這件事情 具細迷移的回憶 透過這些橋段和對白 傳達這件事帶給我什麼樣的痛苦和困惑 以及可怕的原貌 另外改編The Tale這部片 登場人物的名字 我決定主角就用我的本名 因為我希望觀眾進入這件事情的真實面 我有強烈的感覺 如果我像大多數作者一樣 虛構所有登場人物的名字 與事實保持距離 那麼懷疑的或者否認的 這部電影人物在講話的時候 對這些東西提出質疑的 就沒有人可以站出來回應 不可以發生這樣的事情 主角的名字 Jennifer 就是我的名字 我在電影裡面想要告訴他們 一切確實發生過 當他們盜取我的信任 背叛我 傷害我 我也的確有感受到愛 最後 而且最重要的 這樣的是 對兒童有什麼樣的複雜程度 以及做這樣事的人 如何編織計算包藏禍心 倘若我們一概不聞不問不談 便無法避免再度發生 也無法幫忙心理重建 我們必須坦然 改變我們的態度去面對創傷 保護心記憶以及侵害 好 分享到這邊 也介紹到這邊 大概說了一下這片在演什麼 在講什麼故事 也分享了一些我的觀後感 這比較特別就是我附錄了 因為我覺得他 就像剛剛所提到的 作品如果跟作者能夠放在一起的話 也就是最後面相當一段篇幅的 作者現身說法 我把它翻譯成中文版 放在網站上給 它是一個公開信 我把它做成中文版 給大家參考 我很重視這樣的題材 我不知道這樣講對或不對 哪怕我是一個男的 我覺得千言萬語 一句話來說吧 就是 世界上什麼罪都可以被原諒 唯獨兒童性侵害不行 這就是我的觀點 所以我 我不知道 我應該網站上還會有蠻多 不會都是這些 但是 只要是有這樣題材的電影或電視劇 你應該會看到我寫的份量會比較重一點 比較多一點 OK 女孩回憶錄 HBO製播的電影 TV Movie The Tale 2018年的片子 關後感就在網站上 也歡迎上網搜尋 羽目散文故事 羽目散文故事 有空歡迎常來做做看看逛逛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